这是一支年轻的现代化部队 这是一支转战南北 深东击西 曾被称为543的神秘部队 这是一支曾在世界防空史上 创下了多个奇迹 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式部队 这是一支受到几代中国领导人高度赛扬 大掌中国人志气的英雄部队 并立即消除污染物 架设兵器进入临战状态 可以 华业新冠机子报告 为了迷惑敌方的侦察机 导弹部队迂回阳攻 三改阵地 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转进新阵地后的兵器快速架射 快速展开 近年来世界上几次局部战争都是以夜间空袭拉开序幕的 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把夜间长途机动 夜间架设兵器 夜间实弹打靶作为强化训练的重要课题 夜间的阻力 通过对抗训练和多兵种协同演习 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掌握了抗击多批目标 高速目标 低空目标和远距目标的成套打法 高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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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球注意 好球一声 四秒 好 慢点 慢点 走 慢点 慢点 走走 慢点 慢点 走 慢点 你继续对吧 继续对吧 距离111 两处的心坪 从开头上面就下去 动摇 发运营 发现心坪 动摇 是第二笔红标 方位243 距离131 秒数156 高度33 同一 慢点 停车 慢点 经过战火的洗礼 和四十多年的发展 从低空 中空到高空 从近程 中程到远程 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 已在国土上空 构筑了一个强大的 立体防御体系 1963年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许多外国记者 追问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 中国究竟是用什么神秘武器 打下的U2飞机 当时陈毅元帅幽默地回答 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所以请你再说 我担心下来 上车 来 下车 夜里 走 夜